由張家輝和吳彥祖主演 林超賢導演的電影《魔警》 令人聯想到發生於06年 徐步高薩同步的案件 戲中吳彥祖飾演 被心魔所困的警察 但電影當年上畫時 林超賢堅稱 電影只是以那單案為靈感 重點是探討 人為何會走火入魔 而兩位主角也覺得 電影和殺警案的故事不同 雖然不是直接改編 但導演為了令觀眾 看《魔警》的時候 有種虛實交叉的感覺 特別仿後當年的殺警案 在行人隧道裡 拍了一場槍戰 2006年 警員徐步高 在沾沙水的行人隧道裡 持槍伏擊兩名警員 發生激烈槍戰後 其中一名警員殉職 另一個重傷 而徐步高也被當場擊斃 犯狼動機 至今仍然是一個謎